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十款生活童最为常用的定点锁装绳结 这是第一款 它叫麻飞锁 又叫练码扣 来看一下它的做法 喜欢的老铁双击收藏 免得你在使用的时候找不到我 我们将绳头放在主绳底端 主绳围绕你这个 食指缠绕一周 我们拉伸食指的一端那个绳尔 绳头双遮叠 从这里穿过 此时收紧主绳 麻飞锁活结 这样就完成了 受力可靠 解绳好解 第二种绳结 单套收紧结 在定点锁装时 绳的受力容易上下滑动 用这个绳结超级简单实用 来 我们从上而下顺势阵的柴要 当然次数是不受限制的 两到三招都可以 柴绕完之后 将绳头穿过下端那个绳尔 此时我们向下方拉进主绳 它在受力的情况下 能牢牢抱紧柱体 不会松动也不会缓解 是一个锁装定点的 非常实用的绳结 来看一下第三种绳结 拖车吊雾锁装定点 它都非常实用 单套称人结 因为做法简单 用途广幻 所以被称之为绳结之王 注意 从主绳底端过来 再次窜入这个绳尔当中 此时我们收紧主绳就可以了 第四种绳结 最早期啊 山上放牛娃最长的一个锁装结 绳子双遮叠 围绕这个柱体一周 长绳尔 穿过这里 然后再将短绳头双遮叠 穿过 这就是一个单套 木童结 木童结在受力之后啊 牢固可靠 不会松动 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你想解绳时 我们拽下这个绳头 瞬间开解 还有一个木童结的加固版本 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第五种 注意啊 它的做法和之前是一样的 收紧 然后主绳 围绕这个绳头再次缠绕一周 双遮叠 穿过这里 大家看一下啊 缠绕一周之后 它这个接点更加牢靠 同样不会松动 也不会缓结 那么你要想解绳时 也是一个道理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加固版本 来看一下它的第六种绳结 它是一个单套收紧结 注意 长绳折双 压在副绳之上 副绳围绕绳尔 缠绕一周 接点不要太紧啊 然后向右侧推进绳头 左手提拎绳尔 来绳头双遮叠 咱们收紧主绳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单套收紧结 它就完成了 这个绳结 也是在受力时 它能瞬间的抱紧这个柱体 不会松动 也不会缓结 非常实用啊 你想解绳 最下绳头就完成 第七种绳结 被称为双猛结 也是猪体锁紧结啊 它有四种打法 这是七种一种 两端 这是一个通体的一个柱体 我们在中间打猪体锁紧结 和平常的不一样啊 咱们首先它围绕它缠绕一周 然后再次缠绕一周 从绳头底端过来啊 提琳这个胶点 窜过去 然后收紧 看一下啊 那就完成了 第八种绳结 是一个单套收紧结 也被称为封绳结 野外露营时固定帐篷非常好用啊 注意啊 绳头先顺时针 这样形成一个圆 然后从底端 注意 从底端双折叠窜出 收紧 咱就完成了 受力之后 它牢牢抱紧柱体 不会松动啊 拽下绳头它寄开 第九种绳结 营丁结 野外露营固定帐篷 大棚压棚成 户外亮一绳 都可以用这个绳结啊 它受力时 不会松动 也不会缓结 非受力的情况下 还可以随意调解 咱们缠绕两到三招都可以 缠绕完之后 将绳头围绕主绳一周之后 再次打一个半截啊 怎么讲其收紧 看一下啊 它在受力时非常牢靠 不会缓结 也不会松动啊 在非受力的状态下 像这种情况下啊 可以随意的调节它的长短 非常实用 第十种绳结 多用途于消仿救援 应急逃生 将绳头折叠回来 它跟之前的第二种有相似之处 然后从底 向上缠绕 第二种绳结 这是从向向底 缠绕两到三周之后 将绳头从这里窜过来 然后窜过这两个绳儿 向下拉伸 自然成结啊 受力之后 它能牢牢包紧柱体 和第二种成结啊 有相似之处 以上是十种成结 喜欢的老铁双击收藏 以免啊 你需要的时候 你找不到我 感谢您的一路支持